那我就簡單的進到我們下一個部份 就是楊歌書一章的一到十八節 阿們 我覺得很寶貝 每當我們一同來在追求真理的時候 就覺得主話實在是太豐富了 就連一卷書的結語最結束的這個部份 都是有這麼這麼多的豐富 這個神的真理如今已經被解開 而這個解開的亮光就在哪裡啊 就在我們手中的恢復本聖經裡面 所以我們都需要讀聖經 我們都需要讀它的註結 我們都需要使用它的竄書 我們也需要來花時間讀生命如今 讓這些豐富都構成在我們的裡面 讓這些豐富構成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的生活就會不一樣 我們就會自然成為一個 永留生命的人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來享受主的話 我們需要更多被主的話來豐富 如果我們更多的研究 研讀這些真理 我們不僅這個人會被豐富 我們在照會生活 主的恢復也會被豐富起來 當我們去牧羊的時候 就能夠把我們所享受的供應給他 當我們遇到我們同學的時候 就能夠把我們所摸著的供應給他 那一些人的需要的時候 就能夠把這位寶貝的基督分享給他 人都喜歡一些實際的東西 如果你跟一個同學都講一些很虛無挑渺的事 他可能過一會就不理你了 他可能也不喜歡聽這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的話 是帶著一些真實的東西 基督就是實際 而這個就會成為人所可慕的 我們的生活 就能過一種福音的生活 我們的生活也能夠成全許多的人 所以我們都需要被主的話來泡湯 當我們這個人被這個真理所構成 這樣我們都能夠 傳揚福音 神明真理並共有生命 我們成為主流空的管道 那我們要如何被這些豐富來充滿呢 大家這個記得一座夏季訓練 我們讀到創世紀 創世紀的標語 第三句標語說到什麼呢 就說到 當神的子民愛神 花時間在祂的畫上 與祂交通時 神就將祂的神聖元素 注入到祂們裡面 使祂們以祂成為一 做祂的配偶 在生命 性情 和彰顯上 與祂一樣 我們 其實有 這個 也許有標語十個 那時間的關係呢 就不暢 那關鍵是什麼呢 就說到 我們要如何被主的話來充滿呢 我們要如何有神神聖的元素 做到我們的裡面呢 我們首先需要愛神 然後我們需要花時間 在祂的畫上與祂交通 我相信今天我們都來了 我們一定都是愛神的人 所以說 我們不愛神 那太淡忘了 對不對 我們都來到這裡 我們向著主都是很可慕 我們向著神 我們的心都是向著神去的 對 第二個 就是花時間 我們有沒有花時間呢 我們需要 多花我們的時間 在祂的畫上與祂交通 對 這個 這個 在學期初的時候 這個 特會 我被摸索 我就 主啊 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在祂的畫上與祂交通 對 但是呢 到學期開始我就發現 哎呀 主啊 這不得了啊 這個 這三年級的課業好像特別的重耶 這個 這個 我書都念不完了 我本分都 都進步好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 好像沒有辦法有太多的時間 在祂交通 但是呢 今天 我們都來了 我們許許多的聚會 都參加了小孩聚會啊 成心啊 成全聚會啊 甚至我們出去傳人福音啊 這些都是我們所擺上的時間 雖然時間可能沒有這麼多 但是總是有時間是給祖的 然後我們每次 花了時間到祖面前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有一個這個 態度 我就會感覺說 主啊 我的時間 在這裡 給你了 也來在這裡 給你了 求你 把你神聖的元素 做到我的裡面 一點一點 雖然是不多 但是呢 變主在裡面加多 我們 因為我們都成為一個被主的話 被祂的真理來盡透的人 阿們 我們就要來到這卷書了 雅各書 大家知道這個雅各書有沒有什麼概念 有沒有什麼定向 正經呢 有66卷書嘛 阿們 3927 4月有39卷 新月有10卷 阿們 這個 這個呢 就有提到說 有幾卷書呢 是特別重要 講到神的經倫 主要呢 是保羅的書學 對 那有12卷書 那 我們剛剛所 剛讀過的希伯來說呢 就是其中的一卷 大家要好好的研讀這卷書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書 對 那 雅各書呢 它不在其中 因為 它主要呢 並不是講到神的經倫 那所以 今天你們有安排我分享 那所以 我一開始知道的時候 知道沒有把我分配在這卷書 我就想說 雅各書 以後我讀過好幾遍 聖經也讀過好幾遍 這卷書也讀過好幾次 那這卷書到底在 究竟在講什麼阿 阿們 他究竟在講什麼阿 我好像沒有什麼概念 這個 我們呢 可能 沒有這麼多的 會注意到這卷書 因為我們 可能 比較容易會 首先 我們也應該首先呢 進入神經倫中 特別重要的幾卷書 像阿瑪太福 像是約翰福音 像是 羅馬書 像是十九七段 像是心臟書 像是希伯來書 像是啟事錄 我們當然首先呢 進入這些書 所以可能我們這種 這個雅各書阿 比較沒有概念 但是呢 這裡又說到 雅各書 他也是 神照著他的智慧 把他擺在 聖經裡面的一卷書 那這個 首先呢 就要說到 雅各書 這個人說的歷史了 他一開始呢 並不是很確定 到底是不是在聖經的裡面 一直到 祖後的 三百九十七年 他們開了一場會議 叫做 加太基會議 一直到這場會議阿 才確定了 雅各書 也是擺在聖經的裡面 Amen 那 那我們 當我們來看這篇書的時候 我們需要知道他 這篇書的一些 基本資料 所以呢 我們來看到 雅各書 如果有註解的聖經呢 是在 10 1069頁 他的註者就是 神和主耶穌基督的 母夫雅各 是主在肉身的兄弟 他的註食呢 大概是在主會了五十年 註地呢 是在 耶路撒冷 受者呢 是散居的十二個是胖 首先呢 就要講到這個註者 這個註者呢 是雅各 這個聖經中的好多的雅各 我之前 很願讀書寫的時候 有很討論 到底是哪個雅各啊 那這裡呢 說是 主耶穌在肉身的兄弟 雅各 那 他原本不是使徒 那 一直到 這個後來呢 他就跟學弟為使徒 甚至啊 和彼得約翰 同地為 一個 召喚的助食 甚至啊 保羅說 他是這三者 首先 這個 提在最前面的 那雅各 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 並且呢 這個 雅各 他就說到 好的一面 雅各呢 是領頭的 他呢 是為著神 忠姓老子 但另一面 雅各呢 如果我們去讀這個 註解 一節 註誓 他會去 他 這個雍各說到 自己說雅各啊 他對神的經倫 缺少清楚的看見 他 最後面呢 甚至說到 他這個 看見啊 甚至違反了神 是一個的經倫 這就給我們一個提醒 就是說到 雖然 是這樣的一位 雅各呢 他是一個 敬錢的人 祷告的人 原來是一個 一個 生活啊 見證啊 非常好的一個人 但是呢 他卻 可能 在這世上 沒有對神的經倫 有清楚的看見 所以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一個 警告 就是說 在這邊我們都知道 神的經倫 我們都認識神的經倫 我們都 成為一個 好人 我們都成為一個 這個 生活上一個 見證的人 但是我們要 知道我們是不是 對神的經倫 有一個清楚的看見 這是從 我們從雅各看到的 第二個 那 這個 雅各書 這卷書的主題 它說到什麼呢 我們一同讀 好嗎 基督徒實行的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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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僅是說到 基督徒的完全 還是說到 基督徒實行的完全 所以 這就是 關係到我們的 生活 那裡面有 學習多多點 都是